OK,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进行课本105页 Page 105,课本105页 好,请各位同学翻开 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左边104页上次我们写的笔记 因为我们等一下马上就用得到,OK 好,那104页你有没有贴上一张纸 OK,那我们上次写的 那我们一起来念 它的现在式跟过去式 那待会我们会用到的部分是过去式的动词 然后搭配交通工具 好,一起来念划船来 Row, road Row, road Take, took Take, took Fly, flew Fly, flew Drive, drove Drive, drove Ride, road Ride, road Walk, walked OK,好,那这个是关于 交通工具的动词的部分 好,那我们回到课本的地方 来课本的右上角的表格 OK,麻烦你把四个兔都圈起来 四个兔圈起来 然后写加地方 出地方就是说到某一个地方 OK,到某一个地方 那它是怎么到那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这四个句子 他去到学校了哦 怎么去的啊 Took the metro 搭捷运去 OK She rode a motorcycle 他骑了摩托车 To the shop 到哪一家店里面去 下一句 They drove a car to the airport 或者是 They drove to the airport 他们开车去机场 那车子可以省略 因为你讲drive 人家就要是驾驶 驾驶车子 最后 We took a plane to the island 我们去到那个岛屿 是搭飞机去的 OK 好,那这里的文法呢 来麻烦你 可以用上面空白的地方 或者是拿一张纸 写下来文法的重点 并且我们等一下会写三句的题目练习 OK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写105页的文法 重点的练习的地方 也就是老师现在 弄成灰色的地方 把字弄大一点点 OK 好,弄成灰色的这一块 好,主持 加上take 可能是take 搭乘 drive 好,麻烦你抄下来 drive是开车 或者是骑车 ride 还有很多动词 对不对 er或者是the the的话是接那个 接运的部分 交通工具 to 地方 那中文的翻译是说 主持这个人啊 搭乘 或者是开车 开了什么交通工具 to 地方 去某个地方 所以这个文法超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搭乘交通工具 我们也没有开车 也没有汽车 我们是走路去 那这一段蓝色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换成一个字就好 叫做walk OK 主持walk to 地方 也可以哦 好,麻烦各位把小小的这两句 写在105页的上方 就这两句就可以了 好,这两句写在105页的上方 OK 好 那用这个文法 我们来思考一下下面的三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我搭飞机去美国 我搭飞机来 搭飞机的英文怎么讲 想一下 搭飞机的英文 OK 第二个句子 我开车去台东 台东的英文写给你了 那开车怎么说 麻烦你全部都过去世 最后一题 他走路到临远 走路的英文怎么讲 OK 好 请你利用105页空白的地方 或者是你也可以拿一张纸 在旁边写下这三句的英文 OK 好,那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写这三句的英文 好,还有半分钟 好,第一句我搭车 搭飞机去美国 搭飞机 你可以这样写 I took an airplane to the USA took an airplane 是不是搭飞机 没错吧 或者你也可以写 took a plane 也可以 好 to the USA 但是其实老师在这里教你 你可以用一个字就可以代替 搭飞机 那个字叫fly fly就是飞 我飞去美国 OK I fly to the USA I fly to the USA 那fly的过去诗是flew OK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了 I flew to the USA 这是第一题 两个句子都对 第二题 我开车去台东 哦 我们开车去台东 我这边躲了 少了一个闷 我们开车去台东 OK We drove a car to台东 那drive a car是开车 那老师有说过 drive a car 可以变成一个字就好 那把a car删掉 好 OK 那就变成 We drove to台东 We drove to台东 直接说开车去台东 就可以了 跟那个搭飞机这句是不是很像 直接动词to地方 动词to地方 对吗 OK 好 最后一句 他走路到陵园 He walked to陵园 那走路有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嘛 那就walk 这个字就好 He walked to陵园 OK 好 来 这里麻烦各位 可以按暂停键 然后把这三句呢 定证一下 你就可以学到更多哦 OK 好 那你可以按一下暂停键 如果你定证完 就可以接着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的部分 好 我们回到课本的地方 OK 好 所以这边超简单的 对不对 来看一下第一句 Example Mr. Song took a bus to work 他怎么上班 took a bus right 搭工车 to work 上班 OK work是工作 took a bus to work 好 搭工车上班 好 第一题 来自己写哦 the woman 这个女人 怎样 这是什么 飞机对不对 什么 a plan 好 想一下动词 用过去世 第二题 the man 这个男人 好 开车去的 a car to the coffee shop 去咖啡店 好 开车怎么写开 用过去世 第三题 the girl a bike 或a bicycle 好 起脚踏车 起 用什么动词 OK 好 各位老师 已经帮你把 交通工具 点出来 麻烦你把 动词过去 是补上去 OK 我们来对一下 答案 第一题 1 The woman took a plane to the USA took 搭乘飞机 took a plane 2 2 The man drove a car to the coffee shop drove a car 开车 3 The girl rode a bike to the park road a bike ride的过句 是road OK 好 那我们这边 超简单 就进行到这里 See you 再见